这是6.7英寸的iPhone 14 Pro Max 这是11英寸的iPad Pro 这是27英寸的显示器 而这是一台100寸的巨屏游戏电视 那用这台电视玩原生会是什么效果呢 玩PS5和NS又是什么效果呢 巨屏游戏电视到底有没有必要买 未来随着电视终端的不断升级 有哪些新功能与参数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呢 我最近搞了一台Vida Z100 带给我的开心确实是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 这期就讲讲选电视这个话题 之前在收到这台电视的时候 首先的感觉还是大 一米八多的人站在未开封的电视旁边 甚至都显得很矮 所以小区里的楼梯电梯是否能进 要提前考虑 而且非常主意 我估计有些家庭哪怕将有三个人 很难抬动这电视 但让我依旧毫无顾虑选择这款电视 原因是他们提供免费的上门勘测 和普通墙体的安装服务 今年各种品牌都在抢锯木电视市场 有不少产品已经降到1万5到2万5这个价格带了 早已不再是三四年前大家记忆中 索尼100寸要价到四五十万的时期了 当然很多人还有个问题就是 客厅中沙发到电视的距离不够远 是不是不适合上剧品 首先的确 看电视理论上有一个人眼最佳视角的概念 水平视角最好在36度 这里也附上一张中国电子事项行业协会做的对照表 给大家收藏参考 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 其实行业协会里的最佳视角在过去很多年 是个不断变大的趋势 也就是最佳观看点离电视是越来越近的 可能是一年前人们很难想象80寸100寸的电视也会普及 另外不同行业的最佳视角也有不同 比如电影院就会认为40到45度是最佳视角 因为它足够大 哪怕只是放在地上 我靠在一个正常的沙发上 视线甚至还能落在电视的中心位置 当然如果是打游戏的时候 我更爱在懒人沙发上打 离电视两米的距离 感觉差不多是刚好 所以纯我个人的感受是 哪怕客厅面积不是很大 也是可以看剧品的 就好比过去很多人还会在卧室里上 菲尼尔抗光投影的影 等120寸价格下来 我甚至乐意在客厅里上120寸 在卧室里也放100 电视在检测到有游戏设备的插入后 会自动开启游戏模式 在游戏模式下 我们可以自行调节延迟模式 自适用帧数以及暗场细节 其中能让我感知最大的 就是暗场细节的提升 比如在老头环的这个煽动的场景中 将暗场细节打开是这样的效果 如果是整体提升环境亮度 我会觉得破坏游戏氛围 但这个暗场细节更像是 在黑夜中点亮一盏恰到好处的灯 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右上角的树根 以及深处洞壁的纹理 电视上还会有实时帧数显示 那单独的将暗部细节提升的 同时不让其他区域过曝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分区背光技术 啥是分区背光呢 可以理解成和传统的夜晶 只有一整块发光区不同了 分区背光电视将背板LED灯 分成了好多好多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能独立调节 最亮可以到达1000尼特 并且将对比度做到了1000万比1 该亮的地方亮上去 该黑的地方黑下来 这个技术 大家要看的指标是 Local Dimming控制里有多少个分区 越多越精细 一般百机分区是个坎 这台是256个分区 当然色域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显示颜色的范围 与丰富的程度 很多人在看色域参数的时候 会看后面根的那个百分数 觉得越高越好 但其实还要看色彩标准是什么 因为色彩空间的标准有好几个 这里我们把不同的色彩空间 标准图放在这里 至少保证大家线下 跟电视销售资讯的时候 也知道一些基础的内容 这两年大家用DCIP3的标准多一些 这个标准也是苹果开始 强推的一个标准 Z100的色域是95% DCIP3 色准DataE是0.87 这里也放一个色准的表 给大家参考 其实我也有试了试 老任的NS上的巫师3 看看我们的电视科技 也很活 能不能就这款游戏 一进游戏 我就不想说啥了 老任赶紧长点心吧 但是当我再次试着 把老任的字眼游戏 连上电视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除了锯齿感有点明显来 我和我们游戏工作室的小伙伴们都觉得 虽然是不是4K难以辨认 但这真的也完全不像一个1080P的画面 画面也是非常丝滑 当我们在玩对延迟要求非常高的UZ30 也有很流畅的体验 在玩原神时 我先试了一下 用最新的14Pro Max 将原神的画质尽量开到最高 但只用30帧 投到电视上的效果 又试了一下直接在PS5上运行 画质开到最高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实拍画面 是不是觉得一些光影竟然也相当不错 另外 其实全通道4K120Hz高刷屏加上运动古长 对体育赛事日常看剧也可以有用 尤其是接下来世界杯想要邀请的好友们来家看 这里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MEMC运动补偿以及BLG与全通道高刷的区别 对于影视发烧有可能知道 在120Hz高刷运动补偿电视上 看24帧的电影 会比在60Hz电视上看更加流畅 这是为什么呢 运动补偿是在原先画面帧数不够的情况下 通过电视芯片预测画面运动轨迹 最终补偿出视频源中本身没有的画面 从而提高视频帧率 达到更加流畅的显示效果 假设我们看一个24帧的电影 影片中的每一秒会扫描24张近准图片 所以当我们在最高输出60Hz的电视上 看24帧的画面就会强行把1秒24张图片中的一半 重复两次扫描 剩下的一半重复三次扫描 也叫做3比2Polldown的形式播放 这种做法会导致画面间隔时间不统一 那么此时60Hz电视的画面就会出现抖动卡顿现象 这是为什么部分消费者觉得 低帧开运动补偿反而步入不开的原因 但是因为120各种主流帧数的整数倍 也就不会有帧在重复三次和两次之间交替的现象 还有就是全通道120Hz和DLG120Hz也要区分 先说一下什么是DLG技术 我们都知道1080P视频是水平像素乘垂直像素为1920x1080 也就是一行有1920个像素点 一共有1080行 视频每一帧画面的呈现都需要一行一行的投射出来 那么1080P每一帧就需要扫描1080行 当中的P也叫做逐行扫描 而还有一种是1080i 像素点面积也是1920x1080 但在画面的呈现上会利用人眼的视觉暂流效应 在第一帧的时候只扫描基数行 然后在下一帧扫描偶数行补全是隔行扫描 这是为什么1080P会比1080i清晰的原因 像HDMI2.0的接口 刷新率只有60Hz的情况下 打开DLG显像可以把帧数翻配 但实现的方法是直接每帧画面扫描两行像素 两行像素完全相同 因此每帧画面只需要扫描1080号 所以说扫描一帧花费的时间只有原来的一半 也就达到了一秒钟扫描120帧的画面 代价就是垂直像素会少一倍 当然一些会损失一半的清晰度的说法 也是不严谨的 是垂直的像素少 购买前要理解不同的120Hz的区别 今年大家升级的方向是HDMI2.1全通道4K120Hz高刷屏的说法 是指从显示屏解码芯片到HDMI2.1接口 全过程都必须支持120Hz高刷 这个生态有点像木主原理的意思 HDMI2.0的传输带宽为18Gbps 而HDMI2.1是48Gbps 这是为什么PS5的HDMI2.1输出带宽被限制在了32Gbps 一直被玩家诟病 我也试了试电视上的云游戏 云原神的体验较差 最终幻想15的适配会比原神好很多 支持直接用手机当手柄 但是偶尔会卡一下 不过毕竟多数家庭一买都是要用上三五年 所以也可以期待下将来的云游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就是音质 高音甜 中音准 低音径 一句说完 通透了而已 电视音响的难度在于电视变得超薄之后 声音震动的空间减少 声波在枪体内反射和缓冲次数不够 音响震膜震动过程中产生的杂音也就越多 为此好电视都是配备多个扬声器 且为重音匹配独立大音枪 体现在参数上就是声道和功率 比如Z100的2.1声道61W 就是只有一个25W独立低音炮和两个全频扬声器 加起来一共61W 然后就是音效 普通的音响方电影 声音就是从音响所在的位置传过来 采用虚拟声场处理技术 让声音能脱离音响的限制 比如DTS Virtual X 可以抬升声音纵向高度 将2.0声道的音频转变成虚拟5.1环绕声道 Dolby Atmos全景音 则可以让声音是在四周的整个空间随意流动一点 更多音效算法的细节 我这里做了一个脑图 也希望更细致了解的观众 大家可以详细了解 不过综合来讲 我依旧是觉得 大本身还是决定了 整体体验的70%以上 毕竟这个是视觉沉浸感的关键 比如我从来想不到 我偶尔无聊时 也会开始用手机连上电视 通过电视看上罚小视频 或者从手机上找到美剧后 直接投剧屏上看 虽然偏软清晰度不高 但感受还是好很多 而且电视本身也确实是越看越小 收到电视刚装好时会觉得特别大 才看了十分钟 就感觉也还可以 但是三天后会觉得 好像还可以更大一些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在未来选择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认真地在线下电 玩十分钟的游戏再决策 你会发现 跟你的第一印象又会不一样 总之呢 祝大家都能够拥有 最适合自己的电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你的买电视的经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